我們一起學魔教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這個地方我最後跟大家分享 加入白癡帽有七個理由 這七個理由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前面都聽不懂都沒關係 最後我們只聽這七個就好了 所以我前面講的都是過程而已 最重要是這七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是什麼 白癡帽是唯一合法跨界打結 職因住行娛樂全部跟你有關 這樣好不好 請問要你做哪個行業可以跨足所有食衣住行娛樂全部跟你有關 沒有對不對 你賣麵的請問人家吃飯會來嗎 也不會啦 所以你要發現人家吃火鍋也會來 所以不是你做餐飲業就表示餐飲業都是你的錢 可是在我這個地方 我因為一個白癡貓 結果那一隻貓所有人都跟我有關 有沒有比較好 請問你花了多少成本 三萬九千塊你找了十家店之後 你花了多少成本 你什麼成本都沒花 因為公司還送了一萬零八百的麻辣火鍋餐卷 給你吃到胖 好來 所以唯一合法跨界打結 十一住行娛樂 目前唯一的合法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目前第一 有沒有可能會模仿我們的 現在目前坊間已經有出來坊盤了 所以這個為什麼說坊盤 模仿我們白癡帽的一些所有的細節 但是你會發現格局不一樣 背景不一樣 什麼叫格局不一樣 等一下再看 來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白癡貓集所有的支付優點於醫生 例如我們可不可以刷卡 可以喔 請問一下我們可不可以排隊退款 可以喔 那我們可不可以提現 請問一下你推廣有沒有獎金 有嘛對不對 所以有看三好一公道 有沒有三好一公道 這樣有的房間的話 一般的刷卡機可以刷卡 誰會有過排隊退款有過提現 沒有 所以有的有一好沒有兩好 我們是全部都好 這樣比較好 請問你要做任何一個項目 你要找最好的還是找普通的 要找一點殘缺的 要嗎 不要啊 既然有最好的就不要再找第二好 這樣知道嗎 好來 那第三個 超級烈變 在我們這個地方很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第一批我們找了三千個經銷商 我們找了三千個經銷商的話 會有多少個結果 我們看每個人手上是不是有十家店 每個人手上是不是十家店 三千個經銷商每個人十家店 所以全台灣會有三萬家的店 三萬家的店是什麼概念 其實這樣你覺得石正哥也會有多不多 台灣的石正哥多不多 多 可是全台灣只有五千五百家的711 加上萊爾夫OK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 總共是一萬一千家 一萬一千家 所以如果你看 我們會有三萬家的店 就是你看到一家便利商店 旁邊有三家白石帽的店 這樣有厲害嗎 我們的覆蓋率會高於所有便利商店 三倍以上 這樣會厲害 所以我們這個策略 我們每個人只要找十家店 如果我分配給你的事 每個人要找一百家店 就很困難 對不對 每個人只要找十家店 會比較簡單 所以就要把它電化 就很簡單 接下來你看 每一家店 請問一下店價幫我們推薦貓粉 有沒有獎金 是不是有一到三趴的分論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三萬家的店 每一家店都要一百個消費者就好了 全台灣就有三百萬的消費者 這樣有沒有厲害 有 他用這樣的策略 讓三千個人變三千 三萬家的店 變三百萬的消費者 來 第四個是什麼 來 招募貓店的時候 我們可以領無限代的流水獎金 可以領無限代店家的流水獎金 這樣好不好 是等於隱形加盟各行各業 請問一下 我們的成本 找一個我們買一個QR 是不是1800 我舉例一下 請問你明天早上 你拿1800塊去你樓下的早餐店 跟他講老闆我要入門 你看他跟你講什麼 笑 笑 現在跟你掛船 他覺得你今天是不是吃醋藥 對不對 請問一下 可是我今天如果是拿一個貓 去賣給他 讓他加入貓店 對他有沒有利 對他也有利 他有消費者的一到三趴 而且還有什麼 是不是還有可能 再提高他的營業額 還有我們會有寶客的功能 帶客人過去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 結果 結果我賣給他3880 我還賺2080 接下來以後 他每一刷的那個 他只要一刷的貓 一刷的貓 所有錢會跟我分論 這樣好不好 我是等於加盟了他 他又不會幫我笑 我還賺錢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不一樣了 來接下來 第五個是什麼 免輔導 免從銷 請問一下 你需要去輔導貓粉嗎 不用 因為APP 然後咬一咬之後 他看到排隊的時候 他每天自己會去刷 我今天號碼 我幫我往前 有沒有 當他中獎的時候 他自己會 信長會自己通知他 你要想去 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到 然後去按提線 所以你需要去組一個LINE的群組 或是微信的群組 去輔導他嗎 不用 店家你也不用去輔導他 你也不用去開店 你也不用幫他補貨 這樣會比較好 好來 所以免輔導免從銷 所以你看 流水收入 所以真正辛苦一陣子 享受一輩子 這樣好不好 請問一下 這句話有沒有聽過 辛苦一陣子 享受一輩子 有沒有聽過 來 目前已經完成了 請舉手看一下 為什麼沒有完成 因為不管傳直銷也好 一般的開店也好 是不是都需要重銷 沒有重銷就沒有獎金 對吧 不管你下面有幾萬人 請問一下幾萬人 今天都不重銷 我看看你獎金在哪裡 對吧 所以一毛錢都沒有 但是在這裡有沒有重銷的問題 沒有耶 你想像一件事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大陸 大陸現在是都在用微信 跟那個什麼支付吧 那請問一下 如果當初他也出一個這樣的獎金制度 告訴你說 你只要去推薦就有錢 現在整個全大陸都在用這個微信跟支付吧 那你就有沒有很多錢 有沒有機會賺很多錢 每個人都跟你有關係 這樣好不好 我告訴各位 時機來了 當初你來不及加入那個大陸的那個方式 但是現在在台灣 以後 以後我們的狀況就會像這樣子 好不好 全台灣人如果都在使用 因為以前不知道嘛 沒得選 現在有得退款 他要不要退 消費者你選擇退款 你只要怎樣 叫他免費註冊就好 我跟你講喔 請問一下 你想像一件事 現在你在去找沒有用LINE的人多不多 你找不到啦 你現在去找沒有用LINE的人 你幾乎找不到 要不就是很小 還在Baby 要不然就很老 不會用手機 要不然的話 你是找不到沒有用LINE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想像一件事喔 以後 我要告訴各位 一年之後 你要去找不是貓粉的 你已經找不到 所以現在進來的時機很重要 現在進來的時候 你還有機會去退到貓粉 如果你之後 你要再找貓便或貓粉 你已經找不到沒有參加的了 所以在這裡的話 是真正辛苦一陣子享受一輩子 如果有機會 真的讓你辛苦一陣子享受一輩子 這樣好不好 在這裡就是流水收入 真正可以做到 因為免從銷 沒有從銷的問題 你不用再去討論別人的 好來 第六個 還有叫做長期規劃 什麼叫長期規劃 我們是要做長久的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我們的格局跟別的訪盤不一樣 別的訪盤只訪了我們第一隻貓 叫做白隻貓 我們接下來的話 還會有什麼 還有商城貓 廣告貓 保險貓 貸貸貸貸貸貸 遊戲貓 還有更多更多的貓 我們的背景 我們的格局 跟別人是不一樣 別人訪不來的 所以一定會有人模仿我們 可是沒有人可以超越我們 來 第七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我們立足台灣 邁向東南亞 立足台灣邁向東南亞 我們現在這個叫做台灣的亞太中心 亞太中心 我們到時候台北高雄台中都會有 然後接下來我們往整個東南亞發展 往整個東南亞發展 所以台灣的人口你不用擔心太少 因為到時候還有東南亞 請問如果東南亞都在刷卡 都跟你有關這樣好不好 我要跟各位提醒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白癡貓是一個最創新的商法 請問一下你覺得 如果你去問其他的人的話 其他人會了解嗎 其他人一定不了解 所以我們的意思是說 請你把任何問題今天在這個地方 問完了解決了再回去 有任何問題不要再回去 你也不用去問其他人 縱使他以前做過船直銷的公司 他也不是做白癡貓對吧 以前一般的船直銷的話 他要怎樣 要重銷 我們要不要重銷 我們不用重銷 所以他會告訴你他以前的經驗 他以前的經驗等不等於我們的經驗 請問一下你要生小孩的話 你要去看古科嗎 生小孩要不要看古科 不要 他一樣都是醫生 為什麼不要 對不對 因為不同科嘛 了解嗎 本來樹葉有專攻 縱使同樣都是船直銷的制度 但是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希望你 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過黃河 要去問那個有過過長江的人嗎 也不是嘛 因為河的深度不一樣 對不對 濁度也不一樣 天氣也不一樣 所以有太多太多不一樣 但是你今天約你來的人 就是正在過河的人 你要了解嗎 他已經過過了這一條河 他了解這條河的深度有多寬 他在這裡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我今天用最淺最白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在這個地方 都可以賺到錢 然後可以賺到終身縫 這樣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邊賺到 店家的流水周路 每個月五十萬 回去是要好好想想看 一個月五十萬的話 你要怎麼過生活 這樣好不好 好 請問一下 要拚才贏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不對 我們娘才會拚 好不好 對這裡是不是我們娘 是 請問一下對我們對消費者 有沒有好處 有 有吧 請問對店家有沒有好處 有 請問對經營者有沒有好處 有 我們大家都賺到錢 做公司有沒有好處 有 是不是我們娘 是 我們娘才會拚 好不好 在這裡就是我們娘 賺自己的退休縫 給自己一個尊嚴的退休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一起學麻將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